被熏黑的铁闸大门散落在地上的玻璃碎片 今天凌晨三点 编州第二副首长拉玛沙米 位于北赖才能源的服务中心 遭不明人士抛汽油弹 导致铁闸大门后起火燃烧 所见火势很快自行熄灭 没有造成任何的伤亡 拉玛沙米强调 此举动显然是为了恐吓 他也不排除是他之前针对索国宗所发表的言论 以及报案阻止印度宗教寺扎基尔巡回演讲有关 警方目前已经取走附近商家的毕露电视片段展开调查